不知是何原因两个美国警察直接把路边的黑人男子抓了起来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惹了大麻烦 就在今天这个黑人男子正在于一旁的好友旭就先谈 身后出现的警察刚好路过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些许异常 他急忙拉住了同伴仔细地端向这个黑人男子 于是二人就静止走到黑人男子旁边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真是令人目瞪口呆 警官怀疑这个黑人男子很像一位正在被通缉的逃犯 所以要对他进行调查 黑人男子一听就不乐意了 身旁的友人也在解释我们都是增计守法的公民 只见这个戴白色口罩的警官一把就把黑人的墨镜摘了下来 黑人男子也感觉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严重的侮辱 不过他此时还是非常的克制冷静 因为他清楚跟美国警察直接对抗冲突会有什么后果 可一旁的警官们对更加确信这个男子正是他们要抓捕的嫌犯 并命令男子立刻站起来接受检查 否则警棍伺候 黑人男子了解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所以也不敢反抗 男子先是将手符在桌子上接受警官搜身检查 很快这个戴黑色口罩的警察就从他的兜里拿出了一部手机 仔细检查了一番并认定这是男子犯罪时的作案工具 黑人男子非常无语但又无可奈何任凭他跟同伴怎么解释 甚至希望警官可以拿出他的工作证来确认身份 可是警官并不以为然继续进行搜查 男子的同伴实在看不下去了说道 你们就是要调查也要有争取 而一旁的警官则愤怒地命令他闭嘴 黑人男子为了不惹麻烦不制造事端就让同伴先冷静下来 自己是清白的所以根本不怕这两个警官的任何调查 就在这时黑口罩警官在男子身上搜出了工作证丢在了桌子上 可是他并没有打开来看 一旁的白口罩警官一把就把男子的工作证打到了手里 就在此时黑口罩警官竟然掏出了手套 一本正经地说道 男子涉嫌伪造政见以及妨碍公务 现在正式对他进行代表 随即就把黑人男子靠了起来 这真是令人无比愤怒无比不解 黑口罩警官觉得这次是立了个大功 正当他准备带男子回警局的时候 一旁的白口罩警官无意打开了男子的工作证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于是就喊黑口罩警官来鉴别确认 当他看到工作证上FBI三个大字时瞬间就怂了 这下他才意识到这次是闯了大祸 惹了大麻烦 随即两名警官就立刻向二人道歉 并解释他们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所以才扔错了 于是就急忙把黑人男子的手铐打开了 此时男子对警察刚才的一系列无理行为 表示非常愤怒 并大声指责二人 你们不可以这样滥用职权 二人也是不断地低头认错误 并表示以后一定会汲取教训 不会再犯同样的错 并希望黑人男子能够原谅他们 给他们一次机会 当然善良的黑人男子 最终也只是对二人进行了一番口头教育 并没有继续追究他们的责任 而犯了这样的错误 那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处罚 好吧 好吧 我就要求有人 有一些人 无筺